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久不见 没变样 没变样 对 现在是正常的 对 再过四年就占便宜了 你知道吧 这显年纪吧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们赶紧热身 要不然一会上去老胳膊老嘴了 活动不开 你在后面挡着穿 最好是顶住他 然后最后他过一会儿 你往后特意不让他穿 你往前的比赛中 投篮不准的时候 多跑动 空切 然后突破 给队友造一些机会 有空位大满步骤 不要抢头 来 1 2 3 加油 你能在 你能很 就已经到极限情况下 感觉这球感觉没有重量的球 因为你的感觉这个球 没重量或者呢 可能是因为你练多了以后 你的肌肉力量跟不上 并不是说你的身体 这个就是你要同步的去练 不是说光练一个东西 就可以把这个一个东西提到 它是综合性的 你知道吗 好 投球 哇 搞错了 再来 四分加油 四分加油 三分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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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有哪个队来这全是一打一 有一点战术没有你们自己有是吧 没有可赶紧弄两号队 在规则当中的就是后卫房 你根本他抢不过你 你等我说什么意思吧 然后通过突破 然后移动去找些这种机会 空间拉开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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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区加油加油加油 能不能知道我觉得他是典型的又帅又能打 他的颜值和球艺是并存的 CBA最帅的然后最年轻的教练 是杨明 CBA辽宁队主帅 不要负责帅 没有战术出现 而且说话也很灰瘦幽默的一个教练 看起来就是很 偏偏君子的感觉 但其实直教起来还是挺凶的 帮他转过球进来 把防守做好把退守做好一个球拿出来 能在他的这个战术布置上面就能看得出来他私下下了很多功夫的 用辽宁队的成绩就可以知道杨明教练他的指教能力也非常棒 杨明教练我觉得也是我二十的梦想吧 一直都是主力球员 攻防一局 打球的时候也是场上那种大脑核心很佩服的这一点 杨明教练也是当时08年奥运会的时候盖帽后华德吧好像是 那个镜头就非常让人记忆犹新 杨明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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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的去参加NBA的球员 CBA总冠军 然后NBA NBA总冠军 年轻有为吧 沈昱耀跟杨明的话我更想去杨明的队伍吧 因为毕竟杨明也是打后卫的 杨明教练是总冠军教头 我老婆肯定就是让我选杨明了 因为沈昱也算是国内的顶级后卫 他也是做品实 然后我也是做品实 好好表现吧 争取能够让孙岳记忆 其实有很多 你包括 陈兴凯 曹芳 还有张志杨 然后这些好像都是在第二季的球员 陈兴凯 漂亮的转身 追风队 后仰 曹芳 然后 我想问张志杨一个问题 就是这次回归 想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呢 只要我张志杨在场上一分钟 我就会竭尽全力 替教练还有我的队友卖命 然后我们还比较熟悉 其实就我个人来讲 我还是比较期待西边的球员的表现 因为西部球员可能平时 相对来说 接受专业篮球的教育 可能会稍微小一些 但是他们的身体素质又非常好 我更希望看到这些球员的表现 能给他们一些帮助和指导 然后让他们变得更好 张子浩这个球员 我之前也短视频频了 刷我 看他打球的时候就是特别的 激昂慷慨 老师蹦一些英文单词 就是男年轻人需要这些冲劲 但是冲劲得把它和你的能力 去做一个相应的匹配 要不然特别好的一个自信的态度 就会变得有点歇斯底 管子浩 因为他的年龄 在这个所有权力相对比较偏小 我对他还是比较欣赏 当然这个范城里都不说 在西部球员打了很多年 外线的这一支点 包括内线的这种强攻 都经验还是很丰富 双赞他走选秀 进入西部球员 相对控场的那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 陈泽文这个杀伤的能力非常强 冬孟超常常很有进行 所以对他们这个印象比较深 给到陈金凯 陈金凯也尝试一下 时间一秒 带中 让他们逃跑 我们继续对阵的是 上海上十 墨尔本大学 他打不过他 墨尔本 三分超不过十二分 我觉得这队能被打爆了 上十三打三里面属于天花板了 来一个自封万吧 我觉得我们要快打一个 然后防一个再打一个 过去对象 上海 迪亚 撞 可以说是一地 墨尔本大学这小个确实力 三号迪亚一步上篮 迪亚转身之后 上下步上篮 长城马上出手 三号迪亚转身之后 是三号迪亚转身之后 有问题 四号迪亚转进来 一打二五 外线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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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